之前就是要先轉換成DataFrame DataFrame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們可以記一下這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基本上在第三個單元 這個試題解答裡面第三個單元 那我有講過,基本上就是要先input這個東西 Pandas,我們取一個別名叫PD,簡稱 然後需要1、2、3 所以我只要給這三個東西 再丟到這個DataFrame後面是1、2、3 那這樣它就會幫我產生一個DataFrame的物件 那利用DataFrame的物件裡面有一個叫ToExcel 當然你可以轉成CSV也可以ToCSV 所以我們基本上拿這個當範本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把這個Ctrl-C 因為就是這一段,然後把它貼到我們程式下方 然後我需要Data的話,那我可以在 因為Data的部分其實就中間這一塊 所以中間這一塊的話要怎麼產生 所以你可以構思一下 中間這一塊是Data 那前面的話是Index 所以這個資料剛好在哪裡 特別是這個資料 剛好它的位置呢,剛好就在我們的程式 前面的部分,基本上這個其實就是台泥帶號 所以如果假設要全部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Append 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在回圈裡面,因為回圈就是一個一個的把它放進去 那Data的部分的話,實際上就是這個區塊的東西 那在哪裡?其實就是這個大瓜湖後面總共11個嘛 應該是後面10個,就是Data的部分 那一樣,把它Append到Data裡面去就可以 那Column的話剛好在哪裡? Column剛好就是上面這個名稱,不包含A1 所以就是代號開始到後面的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逐一的產生 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了 比如說Column比較簡單 這個Column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原來Column 把原來裡面的東西刪掉 然後拿上面print裡面 記得,第一個避開 因為第一個我講過,沒有A1 從代號有沒有,一直到後面 這邊這個也可以,代號一直到時間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Column裡面 OK,Column要避開第一個欄位 然後再來記得,在這個資料 因為如果是一個串列的話 記得每一個前後呢 你都要再去幫它加上它的 這個所謂的前後的雙引號 當然單引號也可以,在Python裡面 單引號雙引號其實都表示自串 這個地方的話,每一個都把它加上去 所以也就是說它這邊總共有10個欄位的名稱 然後Column完成之後的話 再把Index、這個Data完成的話 基本上我們再丟到DataFrame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第一步 先建所謂的Column 看完了 第二的話就是Data跟Index 這個其實,你可以把裡面的資料先刪掉 這個先刪掉 OK,然後呢 把這個裡面,這兩個搬到FOR迴圈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必須要先在FOR迴圈上面 裡面先產生兩個空的串列 然後呢,在迴圈裡面做Append的動作 把資料放進去的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串列 如果你假設要建一個空的串列 就是中瓜阿虎 如果你要加資料的話,就是Append 那Append的呢,為什麼要放迴圈? 因為它又不只一個嘛 所以呢,我們先在這邊 在Print的下方好了 那我先針對Index好了 Index,我要先放什麼? 所以放資料的話,就點Append 所以你在這邊打一個,點Append 其實打一個A,它理論上呢 後面就會自動出現 奇怪,怎麼沒有出現? 有點慢,append 你打一個A,append就出來了 那把什麼東西放進來呢? 把這個東西放進來 有沒有 SP3底線1 這個其實就是股票的名稱 好,把名稱放進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再把什麼呢? Data Data一樣嘛,Data是一個串列 那資料怎麼放?一樣,點Append 那比較麻煩的話,其實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Data必須要是二維串列 所以目前是一維的 也就是要裡面再加上那個串列 所以特別注意喔,裡面再加串列 就再加一個中瓜糊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從那個什麼呢? Format這個後面呢,B開第一個嘛 然後呢,從SP2這邊 一直到最後面 把它選起來 Ctrl C 然後呢,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Append這裡 也就是說它Data總共有 應該是十個資料 特別說,數量也不能錯 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這最容易做錯 這個可能慢慢的沒關係 所以喔,中瓜糊第一個資料是代號 豆點這個是SP3-3 它是等於是什麼 這個資料裡面第一個 第一個應該是指的是什麼? 應該是指的是 股價,有沒有 股價是這個 然後豆點第二個,依照時間 所以喔,只要一個蘿蔔一個坑 不要做錯的話 基本上就OK了 好,那這樣應該沒錯啦 如果 還有檢查一下瓜糊 有沒有,這個有瓜糊 看一下 點Append 這個瓜糊應該是Append的瓜糊 那沒錯 好,那還有中瓜糊 有沒有,這個是中瓜糊結束 好,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已經產生了 這個Column OK 然後這個,這兩個多的 再把它delete掉 所以上面產生index加data 這兩個 然後放進來之後的話 最後呢 我們就分別把這三個東西 丟到這個pd 就是Pandas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data frame 把它轉成data frame 再丟給這個 最後就給存檔 存檔我們先不存好了 我們先把它print了出來 如果print這個動作OK的話 那表示成功了 但是喔 要一次做對真的蠻難的 光看藍術就知道 其實我覺得寫程式 所以 其實你說難嘛 我是覺得 就是 就怎麼樣 就不要心浮氣躁 有沒有 慶下心來 OK 最難的就是 一邊寫程式 還可以一邊講話 對不對 講完了還知心正確 這太 真的很蠻 因為你不能分心嘛 你看我要一邊講 我還一邊想說 我到底在做什麼 對不對 我是怕你們跟不上而已 還好我是覺得 我覺得 我在這方面 好像 有那麼一點點的天賦 我覺得 後來 我分析一下 我覺得 真的要程式學得好 恐怕要具備幾個要件 就剛剛講的 第一個不能心浮氣躁 第二個 我覺得 記憶力要真的很強 記憶力 因為程式太多了 有沒有 每個方法到底做什麼做什麼 每個都要記得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這方面還好 我小時候就是 記憶力特別好 然後 不要心浮氣躁 剛好 符合我 然後我又喜歡寫程式 沒事還喜歡寫程式 這種人很少嘛 然後還有一點 可能我不只是喜歡寫程式 我還喜歡教人家寫程式 這個應該蠻難的 因為 譬如說真的教人家寫程式 真的是很活大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問人家程式 我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一這樣的人 應該都沒辦法跟你講狠狠 因為彼此之間若差太大 好 最後我們來執行看看 好 這樣的話 我們來執行看 這個是最難的 我剛剛為什麼講那麼多 因為我很怕按下去會有錯誤 所以我就拖一點時間 來執行看看好了 理論應該會正確吧 不過你等一下 OK 果然 這樣還是老了 還是需要一點 不過其實你說這樣很困難嗎 我早不覺得說一定很 當然就是一定要花一點時間 還有你要了解到底我在做什麼 其實就可以玩 可能我不確定說 大家的基礎有沒有打穩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 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一直強調 串列 建一個空的串列 把資料放進去 把這個 Data是二維串列 所以串列裡面 還要再放串列 它才會變成二維的串列 我不知道各位這個概念熟熟熟 如果這個概念熟熟熟熟過真的 其實後面很多 이미됫 で都異用都不是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串列部分 可能對有些同學是障礙 但你慢慢去抹 應該慢慢就比較清楚了 最後的話 產生這三個東西 然後就可以把它執行出來 所以執行出來的結果都可以看到 有沒有,這個就是Column 這個就Index 這個中間這一塊的話就是Data 然後你會發現A1就不見了 蠻特別的,它沒有A1 好,那這樣的話,最後我們就可以把它什麼 ToExcel ToExcel,OK 所以如果DataFrame搞定的話 我是覺得以後呢 你們在了解Pandas,應該就比較簡單了 實際上Pandas等於Excel所有功能都可以做到 像什麼,樞紐分析表 甚至樞紐分析圖,Pandas也都可以 只是說它全部都用程式完成 所以你對DataFrame的架構不熟悉 你怎麼可能去做 利用那個類似像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因為樞紐分析表,你會發現它是圖形化的 拖拉,拖拉就可以完成 但是在Pandas裡面全部都用下指令 下程式 所以你這個地方還是要熟 最後把它存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ToExcel 然後這邊的話,記得把它改成就是 如果不要CSV的話,那就是XLXX 然後encoding建議是用CP50 因為如果你不是CP90的話,Excel開起來會亂碼 但是好像新版我印象中 2019以後好像它也支援UTA8的樣子 我印象中是亂碼 它就不會是亂碼,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呢,輸出了,看一下結果 所以在根屋底下,看看是不是有沒有一個Excel的檔 名稱,我剛剛沒改 其實應該這個名稱 我還是要scall out 沒關係,我們只要結果有出現的話 那就OK了 打開來看看 是不是我們剛剛從Yahoo股市下載 其實應該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Yahoo或者是什麼Stack之類的 那可以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的話就被我們下載下來 但是沒有A1,這是正常的 OK,所以這樣的話就完成 當然未來其實你還可以延伸 比如說你各類別 每一個都各自有各式的這個什麼工作表 那每一個全部都放在一個Excel檔案裡面 怎麼做,請各位延伸再了解 其實都可以做到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完成這件事情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